今天的影片会来给你分享到我近期买的这一大堆的香薰蜡烛 想要让我来给你好好种草一下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呢 欢迎你,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薰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有关产品的一个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勇于用你的嗅觉经历一次一次的历险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开你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了 好,那今天要聊到的蜡烛其实也很多 我是不是应该赶快开始 先来说这个吧 其实它们是一样的 我可以一次性把三个都说完 我买了Valoo Spa他们家的三个香薰蜡烛 其实是同一个味道 因为这个味道在打折 再加上呢,这个味道正好是我喜欢的味道 所以我就买了 而且呢,就想说 反正我喜欢它要打折的情况下呢 那我就来买一整个组合吧 可以就是把它们好好的装饰起来 放在家里很漂亮 那我买到的呢 我拿大瓶的来说吧 是这一个 是它们玫瑰香的味道 那这一次呢,我就买了它们这一个最大尺寸的 是737g 然后就买了它们这个中尺寸的184g 怎么都是这种零头的数字啊 中尺寸呢,是这样子的包装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 是这样子 我觉得玻璃瓶还,就玻璃瓶还挺好看的 它们最热买的肯定是它们星空杯的那个系列吧 但我觉得这个系列的包装其实也挺好看的 那最后还买了它们最小这个尺寸的 是51g 看上去真的不像那么少耶 可能因为这个瓶子很大吧 这个包装其实我觉得很好看耶 很有质感 而且用完以后啊 拿它来放耳环 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Veluzpa它们家的蜡烛呢 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了 它们最特别的 它们家最大的卖点特色 就是它们家的蜡烛全部都是用椰子蜡做的 这在市面上非常少 有一些品牌它会混合到椰子蜡 大豆蜡,植物蜡就是混合的蜡材 但百分百椰子蜡的只有它们这一家 那它们采用椰子蜡的好处或者卖点呢 就是你在所有它们家的蜡烛融化以后 你都可以用它来润敷 抹在身体上面 就是除了有香气以外 还有润敷的效果 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不知道出来效果好不好 粘不粘腻什么的 我不知道 我没有这样用过 如果我要做类似的事情呢 我会更爱用 就是那种真正设计给身体用的按摩蜡烛 允许我这样说 我觉得那里面 我感觉那一些蜡烛里面的精油 会更纯粹一些 会更天然一些啦 但Veluzpa我觉得依然是一个 就是选择非常多 包装非常精美 然后整体感觉让很多人会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然后它们家香气选择真的太多了 你绝对可以在当中找到你喜欢的 那它们的玫瑰花香气呢 是一个甜美的玫瑰花香气 而不是一个象征度很高 有露水感 清新的玫瑰花香气 不是 它是带着明显的甜调的 而且是这种像它包装一样 粉红色的玫瑰花 没有红色的玫瑰花那么的成熟 或者复古感觉 但也不会像白玫瑰那么的绿色调 我自己在家里的话 我也挺爱点这种 带有一点点甜味的香气 所以这个味道正好是我喜欢的 它又在打折 我就一次性买了三颗 好 接着呢 来说这一个 我觉得你们肯定没有猜到 我会买它 其实我真的没有买过他们家的蜡烛 是不是很奇怪 因为我相信他们家蜡烛卖很好吧 我会买它们 我必须说 我会买它们 完全是因为这个频道 做这个频道给了我借口 可以去买很多很多 去尝试很多很多 与香气有关的产品 尤其是香气蜡烛 我在未来应该会不断不断的尝试 所有不同的品牌 每一个都给你来认真做测评影片 所以我求你期待一下可以吗 好 说的呢 这个我从来没有买过的香气蜡烛品牌呢 是IKEA 你们会买IKEA的蜡烛吗 我就是每一次看到 其实我都忍不住去闻闻看 但我真的没有买过 这是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的蜡烛 而且这一次会买啊 第一是因为这个频道 第二是因为我看到了 这两瓶 这两瓶呢 它是怎么说 像是我之前曾经有介绍过吧 就是WOOD WICK 那个木头有声音的那个香薰蜡烛啊 他们家就是出了这种 就是 他们家是三层的 就是有三个不同的香气 那IKEA他们家这个呢 是两层的 就是两个不同 就是你烧完第一层的味道以后 第二个颜色变成第二种味道的那种 我看到他们出这种蜡烛 我觉得 挺让我有兴趣的 我选到的气味呢 第一个是他们这个叫做什么 哇这些文我真的不会念耶 他们这个风口还用胶水给封上了 有点难开耶 OK好 反正呢是这个 像是香草雪糕感觉的一个香气 我记起来了 我买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气味非常的好闻 它是什么呢 它是杏子 apicorn 你知道杏子 这种水果不知道你们常不常吃 反正在澳洲还是挺容易买得到的 吃的人很多 然后我自己也挺喜欢吃的 尤其是这种杏子做出来的果干 很好吃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的话 买一试试看 然后呢 它这一个啊 它有很新鲜的杏子的味道 然后再加了很多香草雪糕的味道 但是它的杏子 桃子的味道要比起香草味来得强很多 主要还是一个带有酸甜感的果香气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下次去IKEA闻一闻它好不好 体验一下我说的好闻好吗 哦有 这里有鞋 它呢是用了石蜡和植物蜡的一个混合蜡 也可以理解啦 就这个价格的话 你要它用百分百纯天然的植物蜡或大豆蜡 可能是困难的 那石蜡呢 当然听上去就是不太好 但我其实也不会非常的担心 因为其实很多大牌都有用石蜡 那这一款绿色的呢 就是它们 Mojito的味道 有喝过这个饮料吗 就是那个清零薄荷的鸡尾酒 对啊 就是Mojito的味道 好闻耶 但这个气味呢 要比起刚才的 清淡很多 我相信扩香能力 可能也没有刚才那一款那么的好 但我自己很喜欢薄荷清零的气味 而且Mojito也是我非常爱喝的饮料 这款我感觉在天气炎热的气候下面去点 应该会非常的清新 让人有清凉感 那除了两个大的蜡烛以外呢 我还收了三个这种小的蜡烛 我想说它们这小的蜡烛也有个好处 这蜡烛我忘记了多少钱了 反正肯定是不贵的 但你想想你用完以后 你这个杯子还可以拿来用啊 这样子想的话 这几个蜡烛不就是更划算了吗 你知道就是老女人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那这三个小蜡烛呢 我选了气味 第一个就是怎么说啊 这个味道 是它们这个 你知道它们的那个食物部 就是它们的食品部啊 你逛到最后的时候 去食品部的时候 可以买得到的那一个 其中一个食物啦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那个有樱桃果酱在里面的饼干 是吗 好像是 我印象中是啦 嗯 很明确很明确的一个 樱桃的味道 而且是新鲜樱桃的味道 不是那种酒制樱桃的味道 清新掉在家 有一点点的奶香和白糖的味道 接着就是它们白色的这一款 说是白花掉的香气 但这一款白花的香气当中 有明确的 我提取到了明确的姜味耶 哦 我知道不是姜味 是Ruba 我不知道Ruba中文叫什么耶 我给你打个图吧 如果找得到的话 就是Ruba的味道 外国人很爱用Ruba 去做甜点的 就是一个甜点的 就是一个用来做甜点的蔬菜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很怪 但它真的就是拿来做甜点的 这个Ruba的味道 不是做成甜点以后的味道 是新鲜的Ruba的味道 所以很好闻耶 是一种 是一种带有一点点辛辣味道 甜掉的一个 绿色调香气 再来就是这个绿色瓶的 青草味 百分百的青草味 如果你喜欢躺在草地上面 闻到身边的那种青草的味道 或者别人修剪完草地 剪完草地以后 那股青草味的话 那这一个你会喜欢 很明确很明确的青草香气 那IKEA他们家的香薰那组啊 我还没有点过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好不好闻 然后持香力啊 扩香能力啊 各方面是怎样的 吃点吧 我把它们真的用过以后 那我再拍一个影片来跟你们分享吧 好接着继续来说 也是一个我买了很多的一个品牌吧 说的是上一次 我有在香薰蜡烛的分享当中 有提到我下单去买了他们家 所有的香气 因为我要拍一个完整的关于他们家的一个品牌聚焦的影片 说的呢 说的呢就是这个澳洲的品牌 Sika Home 这一个呢 这是他们限量的蜡烛 然后呢 那其实他们常态的蜡烛呢 是这种浅蓝色 baby blue 颜色的一个外包装 那这个品牌啊 现在貌似在亚洲地区 非常的火红 我自己上一次买了他们 另一个也是限量的蜡烛以后啊 我觉得很好闻耶 我感觉他们家的蜡烛有让我喜欢上耶 尤其是上一次那个气味 是他们的seed salt and vanilla 海盐香草的味道 很好闻 而且它的扩香能力也很不错 里面用的蜡也是百分百的大豆蜡 所以非常的安全 那这一次我真的就是把所有他能买到的气味都买回来了 包括了他们这个雪橙的味道 这个很好闻 除了柑橘香气以外 它还带着明确的一个木质调还有苦调在当中 让普通的柑橘调变得更有层次 再来呢就是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cotton flower and fichia的香气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你喜欢小清新挂的 喜欢文艺感 感觉比较强的气味 女生会喜欢的一个香气 很干净 很有那种清洗完干净衣服 再加上麻布的香气在当中 再有他们这个narcissus and patchouli的味道 呃对焦 这是整个他们的品牌当中最重口味的香气 如果你不喜欢广阔香的这种药味或者说这种脏脏的汗水味的话呢 那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家我觉得 呃 无论是品牌形象也好 他们家的调香也好 全部都是比较小清新挂 然后干净感觉的一个呃 品牌吧 所以他们这个尽管加了广阔香的香味 我觉得完全没有那种药味脏味 我闻到的更多其实是肥皂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花香气 我要把他们每一个尽量剪短 因为真的还蛮多的 因为之后我还会再另一支影片详细的说 再来是他们这个oceanic的香气 也就是海洋香气 所以这一个呢是 呃这个呢是 怎么说呢 呃这个呢 是一个很明确的水深调香气的蜡烛 但比较特别的是 我感觉它里面夹杂了大量大量的海盐味 就如果你是喜欢周梅隆他们家那个海盐 那个海盐与俗尾草吗 应该是这个名字吧 就是反正有海盐味道的香气的话 你会很喜欢这个 因为它的那个海盐的香气 海水的香气 很明显 这种香气的话呢 在夏天 就是在夏日 快要完了 开始要进入秋天的时候 就天气超级潮湿啊 呃 身体变得很累的那些时段 点这一个都会很适合 再来呢 我买了他们这个 完全是花香气的 而且这个应该也是他们家最热卖的一个香气 就是他们 呃 就是他们茉莉与木兰的香气 这一个香气呢 就看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白色花朵的香气嘛 我闻到的更多是茉莉比木兰花的香气要更明确一些 而且我能理解 而且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这一款香气 它有空灵感 你知道就是茉莉花啊 就是一个很容易会让人有空灵感的一个香材 这一款真的就调到有空灵感 再来就是他们这个离子和清灵的香气 这个我自己是觉得很好闻 我喜欢离子这种果香调啊 不会那么明确的是果香调 你知道吗 看名字的话 你肯定会觉得清灵这种霸道 清灵萌这种霸道的香气啊 肯定要掩盖离子 但不会耶 这个离子的香气很明确 再来就是他们这一个芒果与木瓜的味道 这一个看名字就知道是一个热带香气吧 其实芒果味我还挺喜欢的 就尤其是在春夏天的时候 当我很想去旅游 但又不能去的时候 这种香气就真的太有用了 点上它马上瞬间让自己 瞬间移动到海岛国家 马上给我一瓶 pina colada 让我在家里好好幻想一下 自己躺在海边 那最后呢 我还买到了他们 是比较久之前出了一个限定的蜡烛 但现在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就是他们这一个 white tea and wild mint 什么来的 看到它是一个茶香掉的蜡烛 我就忍不住很想买回来 里面还加了我自己很爱的薄荷香 所以尽管它是比较久之前出的限量香气 那我还是很想买回来 闻闻看 这一管 我觉得是他们家很独特的存在 你知道我自己的话 我找香薰蜡烛 我买香薰蜡烛 我真的喜欢买那种 调香比较特别一点点的 当然就是每天去点的话 肯定是那种 我香掉啊 白色花香掉啊 这些最安全最好 但是如果每一家都是做这种味道 你说多无趣啊 你总是想要找一些就是味道可以特别一点点 然后寄一点可以多一点点 然后这个品牌 我觉得这个味道就只有它有 然后我愿意花多一点钱去买的那种气味 那这一个气味就是他们家 我说的这一类型的香气 绝对在别家的香薰蜡烛当中找不到这个味道 这里的白茶还有薄荷的味道 两个完全都不是单一的存在 就你不会一闻到它 你就会觉得哦 薄荷味道 或者说你一闻到它就觉得很明显啊 就是白茶 不会 它已经把这两个味道完全调和在一起了 惊喜的是调和在一起以后啊 它给到你的是一个安静的 很轻的一个蒸汽感 它更像是你冲了一杯白茶 放在你面前 你不是去闻那个白茶 而是白茶茶杯上面 蒸起来的飘浮着的那一些 茶香的蒸汽 你知道吗 是那一种的感觉 所以再加上完全不嗆 完全不会锋利的一个薄荷香气 让这款香气深得我心 好那最后呢 还有两个 这个其实我有点小伤心耶 因为这个品牌 其实我是订了两个蜡烛 然后有一个来的时候 完全粉碎掉了 所以后来我就拍照啊 然后要寄回去什么的 超级烦的情况下 然后呢 那个网站的那一颗蜡烛 的那一颗蜡烛 还要断货了 然后它就不给我寄薪的 只是给我退钱 我就你知道翻白眼 但anyway 反正我现在手上呢 就只有这一瓶了 就是Petty Wax他们家的 这一个 是什么来着 马鞭炒 还有油加利的味道 这一个呢 其实我买了他们家两个气味嘛 其实打碎的那个 才是我最想要的味道 就是他们 名字我忘了 但是反正其中一个香材呢 就名字当中一定有的 就是Orange Sets 我给你打个图吧 那个味道是我闻过 他们这系列当中 我最喜欢的味道 最想要的味道 但是偏偏破的就是那个味道 但我一定会再买回来啦 然后除了那个味道以外呢 我就选了这个 比较特别的香气 主要呢 还是冲着我很喜欢马鞭炒 而选了这个味道 他们家这个包装 应该很多人会很喜欢吧 马鞭炒的味道非常的明确 而且是干燥的马鞭炒 是那种就做泰式料理啊 你已经在那个石的 那个石头做的那个东西 压过以后 然后里面干燥的马鞭炒 碎的马鞭炒 迸发出来的香气 对很明确很明确 而且这个马鞭炒的香气呢 它里面加了大量的酱 生姜 新鲜的生姜 让这一款的香气 偏造的非常的有 泰国的感觉 泰国的风情 而且是那种 你去泰国做SPA的时候 会闻到的香气 反而呢 它名字说的这个油加利液的味道 我是完全闻不到 可能要点燃了以后 尾掉才会出现油加利 因为油加利液这种东西啊 就是很多香薰也好 香水也好 它比较会放在尾掉的地方出现的香材 那他们家的蜡烛呢 我以前买过的 是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所以今年会继续想要买更多 那影片的最后呢 我就给你们带来了 很多人喜欢的吧 Jo Malone他们家的香薰蜡烛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 Jo Malone他们家的香薰蜡烛了 曾经以前很爱过 我跟他们家就是一个 爱恨纠缠的关系 这次我选了他们 Honey Suckle and Davina 这个味道 我说我跟他们有着 爱恨纠缠的关系 是因为 怎么说呢 Jo Malone这个品牌 对我来说 品牌形象 品牌创造的氛围 以前曾经 站在他们背后的 Jo Malone小姐 但现在大家也知道 就是Jo Malone 已经不属于Jo Malone小姐了 Jo Malone小姐 已经把她的品牌卖给了 好像是亚斯兰黛集团吧 对 反正她已经把她自己的品牌出售了 然后她自己创了另一个 叫Jo Loves的品牌 然后现在的Jo Malone 和以前我觉得 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不过anyway 他们家的氛围品牌 以前存在过的Jo Malone小姐 这一些所有的 我都很喜欢 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 也都被她们深深的吸引 还有就是她们会 一直一直推出 很多不一样的产品香气 让我们去做选择嘛 但是恨就恨在 她们的香气 真的很不持久 尤其是香水 那现在呢 我已经完全不会入 她们家 白色这种透明瓶 基础系列的香水 我完全不会入 就是除非真的 我应该要把它说那么死嘛 说不定有一天 它出了哪个 精为天人的味道 我还是忍不住入呢 好了好了 反正到目前为止 到这一刻来说 我是不会想要入 她们基础白色系列的 这种淡香水了 那她们这种基础的 白色系列蜡烛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就现在周末隆 对我来说 如果我要入手 她们家的产品 除了那些什么 身体乳啊 护肤品啊 护唇膏这些东西以外 如果与香气 有关的产品的话 我只想入她们 黑色系列的 浓香水系列的 但我买这个呢 其实也是为了 我另一支影片 做准备而买的 因为我以前用的 这种白色瓶子的 周末隆香水 我已经没有流了 就我已经 就我已经完全洗掉 然后我没有 留下来 但我又很想要 可以拿她 和我黑色的 那个系列的蜡烛 去做比较 告诉你们 所以我就再次 入了她们的 这个基础的 白色系列的蜡烛 他们这种基础系列的 透明瓶子的 这种蜡烛 比起她们的香水 要更持久 而且香气要更明显一些 但依然 让我去选的话 我会更喜欢 她们黑色 那个系列 这个Honey Sucko & Davina 这个香气呢 是我没有的香气 我就想说 嗯好吧 我利用这个机会 就买这个香气回来 好好试闻闻看 Honey Sucko是我还挺喜欢的 一个黄色花朵的香气 带有轻微的甜调呢 然后这个香气呢 她把Honey Sucko的甜调 和那种青春少女感 在木质调的衬托之下 变得更成熟 更沉稳了一些 这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在睡前 晚间或者看书的时候来点 不得不承认她们家的气味 还是非常好闻的 只是要谈到性价比的话 我觉得她们家真的是 没法去聊这个方面 但香薰蜡烛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氛围嘛 要一个气氛 当你想要宠爱自己 想要让你自己生活多点仪式感的时候 可能性价比就不再是一个 那么大的重点了吧 好这个呢就是 这一次跟你们好好聊一下 我近期录的一些香薰蜡烛的影片 不知道今天又有没有给你种下一片草田呢 近期你又有没有入到什么香薰蜡烛 或者你心目中又有没有哪些香薰蜡烛 或者香薰蜡烛的品牌 你感觉想要推荐给我 好好尝试一下的 那希望你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我会很想知道 而且很想不断尝试一些你们感兴趣 或者说一些我从来没有入过用过的香薰蜡烛品牌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